各位好,我是联合大学能源工程学系能源中心的薛康林 在这个DA5,一流电池材料元件的课程模组中 这是第二个单元,DA5-2,一流电池结构与关键元件特性 第一个小节是电池的结构 再次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流电池,它长的是什么样子 在整个一流电池储存系统里面,它主要的核心当然是这个电池组 那在这个电池组里面,它的负极是正二、正三架,它们之间的氧化还原反应 那在充电的时候,正三架会变成正二架 那在正极呢,它是正四架跟正五架之间的氧化还原反应 充电的时候呢,正四架会变成正五架 这个电池组呢,是它真正的一个核心 真正充放电的一个所在的地方 那这里面它包括呢,有极电板,石墨流道板,电极,密封材料 和格力膜等等这些元件 那另外呢,它还有就是这个循环Pump 这循环Pump是把这个储存在外面电解液储存槽的这个电解液呢,把它打进来 那还有就是电解液与储存槽这地方 那最后呢,还有就是电能管理这部分 包括转换器跟逆变器 这是这两个呢,都是双向的 也就是可以充放电 因为这个一流电池呢 就像其他的电池一样 它是一个低压的直流电 所以说呢,而真正应用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110V,220,380V的高压的交流电 因此呢,它需要经过这电能管理的逆变器转换器呢 把高压转变成低压 那交流转换成直流之间的变化 这是整个一流电池系统 那我们在这个小节里面呢 主要是看这个电池组 中心的那个电池组 它的一些基本的结构 再看这个电池组之间呢 我们先看单一个电池 基本的这个单电池 就是只有一个正极,一个负极 那它的结构里面到底包括哪些东西 第一个就是它阳极 那阳极呢,在放电的时候呢 它的正二架呢,会变正三架 然后在阴极呢 它这边的正五架呢 会变成正四架 所以阳极这边正二架会氧化变成正三架 它会放出一个电池 那阴极这边呢 会放出的,会接受一个电池呢 把正五架呢,变成正四架 中间呢,它有个隔离膜 在那个阴阳极放电的时候呢 这个阳极这边呢 它的氢离子呢 会往阴极这边流动 这样才会构成一个完整的电池回路 然后呢,还有密封材料 因为这个电极这边总是有一些电解质 在电极里面有一些电解质 那这些电解质呢,会溢流到外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密封材料 把它密封起来 还有就是流道板 这是阳极流道板 这是阴极流道板 那这个流道板呢 也就是把电池外部的这个电解液呢 很均匀地送到这个电池里面来 而且呢,也很均匀地送到 这个多孔的这个电极里面 让它进行电化学反应 然后再把反应物呢 很快地把它移到电池外部去 那在这边阳极它是氧化反应 这个电子呢 在这边氧化反应 就要从正二架变正三架的电子呢 就透过这阳极流道板呢 然后还有那个极电板 这边呢,把电传出去 那这个极电板呢 它主要的功用呢 就是把这流道板这边 它流道板接触到电极 这个阳极 那这阳极呢 把这电子传过去以后呢 透过这个极电板呢 把这电子转到外面去 那这阴极的极电板呢 就是把这边的外部的电子呢 传进来 传到这个阴极流道板 然后再传到这个阴极 这个电极上,剁孔的电极 所以说这个电子呢 是从透过这样子一个机制呢 把它传到电子外部 那在阴极呢 也是这样子机制呢 这样把它传进来 整个构成这样一个电子回路 那在那个格力膜呢 它是一个电子的绝缘体 那避免说阴极阳极 因为导电而短路掉 但是它本身是一个良好的离子的导体 它可以把氢离子从阳极传到阴极去 这样子呢 构成完成一个电子的 完成整个呢 一个电化学的回路 电子流或电流的一个回路 那保持电子的中性 这样子 相对的电 这是电子流动 红色的这个虚线 透过负载的 这是电子流的方向 那黑色的呢 就等于是电流流动方向 因此呢 在放电的时候 正极是在阴极这边 而负极是在阳极这边 那基本上 这是单电子基本结构 从这个单电子基本结构呢 我们就可以分解出来 它有几个关键的元件 这个单电子它的关键元件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所谓的阴极的极电板 它负责呢 把这个阴极电流呢 从透过这个板子呢 导出去 为什么要这个极电板呢 因为这个极电板是金属的 它导电 导电效率比较好 不像石墨板 石墨板呢 它的导电效率呢 比较差一点 大概是金属板 大概是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 所以它导电度非常的低 但是呢 石墨板有个好处 它抗腐蚀 在强酸强碱下面 它都还可以撑很久 因此呢 那个真正跟电解一接触的时候 我们都用石墨板 但是真正要把这电导出去的时候 我们都用那个金属的极电板呢 把这个电导出去 那接着 下面就是所谓的阴极流道板 那这个呢 本身是石墨做的 或是碳粉跟那个树子合成压出来的 这个呢 它本身抗腐蚀 但也可以把电导出去 但是就像前面讲的 它的导电率呢 或导电度呢 没有这个极电板好 这样子 所以真正把电导出去 还是要靠那个极电板 那还有密封材料 这个防止呢 这个电解液呢 会漏过去 那还有就是 阴极的 阴极这个电极 这个电极呢 是用碳粘 等于是像毛毯这种东西 就多孔的 那个碳材料做成的 它比较厚 大概是由0.5公分这样子 因为它的厚度呢 增加提高它 电极的反应面积 那这个电解液呢 就从它这孔洞里面呢 将流过去 从那个流道板的一边呢 流到另外一边去 再来就是 割离这个阴极跟阳极的 割离膜 这割离膜目前来讲 都是用Nepheum 就是浮化物 一个多孔的 奈米孔洞的浮化物 做成的 它这个浮化物呢 可以是电子的绝缘体 可以防止阴极阳极 因为接触到短路调 就可以绝缘 是一个很好的绝缘体 但是呢 它本身有很多孔洞 所以电解石里面的离子呢 可以自由地通过它 这样传递过去 然后再来就是阳极 也是用碳粘做 然后阳极的这个密封材料 然后它的流道板 还有它的极电板 这样呢 就构成一个整个的一个单电池 一个单电池 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 那这个单电池呢 在这边 这个每一个周边的 对外有孔洞 这个孔洞呢 就是用那个螺杆呢 这样贯穿过去 这样螺丝呢 把这些东西呢 把它锁紧 所以这个单电池外形 等于是把这个全部夹在一起 这样子 那这个单电池呢 它本身的电压 大概 充放电电压 大概是1.2V左右上下 充电的时候 可能1.2 充到1.6 那放电的时候 可能是1.2 放到0.8 它的电池的电压变化 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真正实用上面呢 这个电压太低 所以我们需要把 很多的单电池呢 经过串联的动作呢 把它电压升高 典型的就是 10个串联 从1.2V呢 把它升高到 12V 或24V的 那个电池的电压 这个电池组呢 跟单电池差不多 只是呢 它把原来的那个 集电板呢 和后面的端板呢 那个这个地方呢 把它 简化 不是每一个单电池 不是每一个单电池都需要 它每一个单电池 大概只有流道板 这个地方 阴极阳极啊 那个格力膜这些 它边上最外端的 这个集电板呢 就把它省去 因为它是用串联的动作 所以说 在这边呢 它最外面呢 是阳极的进口跟出口 它这个每个电池里面呢 会有起到 让这个电解液呢 阳极的那个电解液呢 它可以透过这个 这个起到呢 传到每一个单电池里面去 那接下去呢 这个外面的这个呢 就是阳极的端板 它外面呢 是等于是有 那个阳极的螺杆 跟那个螺丝 它贯穿每一个电池 然后把它锁起来 那这个端板的 这个黄色的端板呢 主要就是这个 锁螺的压力呢 能够很均匀地分布到 那个整个面 就是它这个端板呢 是比较厚的 这样子的话 就把那锁螺压力呢 能够很均匀地分布到整个电池的每一个地方 那另外一边就是阴极的出料口 电解液的 那个 净料 跟出料口 这样子 然后在这个端板的 外面 在下面一层呢 就是那个极电板 这个极电板 是真正把这个电流 导出去的 所以这个电流可能会比较大 因此呢 它需要金属呢 导电好的金属呢 把这个电导出去 然后接着就是整个的电池组 它就是流道板 那个每个流道板 这样直接叠堆起来 那有那个 那个阴极 阳极 还有格力膜 这样子 重复的这样子 把它叠堆起来 然后接着后面 就是阴极的极电板 把那个电流导进导出 还有最后就是 阴极的端板 这样子那螺丝呢 就透过这样整个 贯穿到整个电池 把它锁起来 这个螺丝里面 会有一些塑胶材料呢 包括绝缘这个螺丝 避免说这个螺丝 跟这个流道板呢 每个电池接触 那造成短路 所以这个螺丝 都有一些绝缘的动作 到时候会跟各位介绍 这样就构成到一个电池 这个 一个这个电池组 其实就是 重复的一些单元 单电池的单元 这样组成起来的 所以说真正来讲 它的关键材料 就是单电池里面的 主要的一些成分 包括第一个 就是隔离膜 这隔离膜 基本上的要求就是 它是一个电子的绝缘体 避免阴极阳极呢 会接触到短路 但是本身 又是一个离子的量导体 能够让电解值里面的离子呢 能够自由地通过 尤其是氢离子这一部分 但是呢 在真正反电池来讲 其实很希望 它能够做 有选择性 目前还做不到 也就是说能够 只让氢离子能够自由地通过 但是反离子 正二正三正四加 这些离子呢 不让它通过 但目前来讲 还没有做到这一部分 那再也就是 阴极或阳极 它这个电极 这个电极呢 目前是用碳粘 它是大概是 0.5公分厚的这个碳材 里面的孔洞呢 大概是 在10到50个 麦克rometer 这样子的孔洞 有点像海绵一样 它本身呢 蛮有 具有一些可压缩性 它用碳粘的主要原因是说 它这个电极够厚 那产生足够的 那个电极表面积呢 能够进行电化学反应 但是呢 又不会说 这个孔洞太密 这样子让电解液呢 没有办法通过 那造成很大的流阻 所以它这个孔系呢 还算是蛮大的 电极流过去呢 本身的压降呢 就是流体的压降呢 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压降 那接着下面 另外就密封材料 这个密封材料 单电池可能是用 铁风板 铁风电片来做 但是这段电池组的话呢 它是用所谓的O-ring 就耐腐蚀的O-ring呢 做成的 还有就是阴极 跟阳极的流道板 它本身呢 是用石墨 或是碳粉混合素质呢 压成的这个石墨板 它这个里面呢 有的是有流道设计 有的是没有流道设计 这样子啊 这看它实际的运作情形而定 那它这个本身来讲呢 是要能够抗腐蚀 因为电解液会通过它 把这个反应物呢 很均匀地分配到这个 所谓碳粘表面上面去 那它本身也要导电 所以必须要抗腐蚀 导电 机械性能也要够 因为碳粘跟隔离膜 都是软软的东西 它整个机械强度 是由这个流道板所支撑 然后接着就是 阴极阳极的极电板 这个极电板呢 就是它的导电度非常的高 就真正是能够把这个 电池 经过各个单电池电流呢 能够直接很均匀地 把收集呢 传到电池的外部去 这个单元的重点呢 就是一流电池 单电池基本结构 一流电池电池组 那基本结构 还有电池关键元件跟材料 大概是很快地跟各位介绍 接着就是一流电池电池